华联市長魏嘉賢18號一早 受邀到花蓮縣老人會市長輩撞球錦標賽 他除了竹台進行開球 也預祝大家都能推出好成績 18號一早華蓮縣老人會所舉辦的市長輩撞球錦標賽 在市長魏嘉賢竹台開球後正式揭開序幕 參賽年齡層從65歲到90多歲都有 而其中年齡最長的選手就是96歲的彭盛傳 今年幾歲了 今年是96歲 我要運動啊 啊 不錯 比賽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的長輩都非常開心 那有的長輩也提到 何時的一些被教官追趕跑跳碰的一個記憶 那其實我們也希望 老人會能夠多辦一些活動 我們花蓮縣公司也會全力支持 那未來也期盼 我們所有的長輩都能夠不受疫情的影響 正常的生活下去 每一天快樂跟開心 在此我們花蓮縣公司會全力的 繼續支持我們高理事長還有所屬的所有團隊的活動 我們會全力的來協助他們 也希望理事長能夠多辦一些活動 讓所有長輩能夠開心快樂 另外 市長威嘉賢也提醒在場的老大人們 雖然近期疫情看似有所趨緩 但病毒無處不在 隨時有可能會再度爆發 因此呼籲大家一定要落實防疫措施 才能降低被病毒感染的風險 記者 許立晴 華蓮市報導